人家笨拙贵笨拙呀 就是傻人有傻福啊 一直在雄鹿队小市场命窝鸡扎干 最终有所窄乎 没有四处奔波 当年说实话 你现在仔细一想啊 有点类似德克诺维斯基 阔别整整十年 双方情况几乎完全一致 当年德克诺维斯基是2010赛季 2010年夏天 选择的续约登侠 接下来一年就夺冠了 那会摆在诺维斯基面前的 几条访案 我去其他球队争夺冠军呢 外界一直说我是软弹 那么实在不行呢 我就是一咬牙一狠心呢 陶利达拉斯加盟其他更有实力的球队 效仿08凯文加伊特那样一种 作为对不对 巅峰起主团干成了三巨头 不给暂时留活路 再动步啊 一手折天嘛 那么诺维斯基内心当中 多少也有所送动 但是最终呢 还是遵从了 他自己对于篮球的本质追求 对不对 留守原地 并且呢 他对达拉斯这座城市 颇有感情 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路 真就是这样 争贯是有难以知分的 当然 选择任何一条道路呢 都是你自己的 这样一种追求的体现 但是不得不讲 诺维斯基选择留守东霞 是一条相对来说艰难的道路 因为他眼睁睁看着 不光是绿三巨是08年组建了三巨头 热火三巨头 紧随其后 也是完成了巨手 这会诺维斯基选择留守 冒着很大的勇气 志姆拉中昆博同样如此 当时这个 朱霍勒迪来没来呢 来了 朱霍勒迪来了 但不得不说朱霍勒迪城市也有限 志姆格也是面临诸多选择 有很多方案 他选择留守密尔国级雄鹿 诺维斯基是在2010年做的决定 志姆格是在2020年做的决定 整整阔别十年 都不是小市场球队 这两人都曾经宰获过常规赛美皮 都被认为在季游赛当中 无法率队走到最后 今天如果说志姆格 真是成功登顶得冠的话 也算一段传奇假话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